上一番比赛 田孟非非常的争气 因为奥沙利文只给了一个机会就抓住了 从头打到尾 但是说到奥沙利文的话 这个低分区的一颗红球 那么大的角度那么难 他就薄去了 这个确实从打法上来说 值得上去 但是我觉得可以理解奥沙利文 因为中国观众的掌声太响了 这个心情太爽了 所以想把这个最精彩的表现奉献给观众 也可以理解 是这样的 这一根就是 又给机会了 不成功变成人吧 田孟非 我们先换讲一个147 好球 K的还是很理智啊 又带散了一些啊 我觉得这颗角度更好一些 9 稍稍的小了一点啊 这个力量 高跟推过去 应该还是可以做到黑球 稍稍带一点反角 第一根缩后来K一下 这个最左边的红球 刚好是最下方的红球 这个可以打啊 K的再正一点就更好了 好球 借助红球啊 把白球走到位 看这个红球 最下方的红球 有没有底带可以下 摇头呢 主要是这个黑球的角度啊 稍稍的有一点正角 嗯 就是有一个向下一点的角度啊 我想叫球的话 你加比较强的旋转 往左旋转 这边的中带有没有啊 左侧的这个红球 确实啊 稍稍带了一点点的 正角度 可能也是没有啊 打这个顶带啊 左侧顶带 那低杆 有难度啊 还是想叫K球 看看有没有下 这下方这个红球 如果有下的话 刚才田鹏飞会叫吧 他刚才是想叫 但是他叫不到 因为他就叫 叫得不好 好球 8 9 正上方这个红球的顶带啊 4 4 4 其实他的手感还是不错啊 嗯 就是今天打法太太强求进攻了 嗯 这个还是有点运气啊 嗯 还行 这个 这个 天鹏飞啊 刚才这个球啊 还是精力不够集中啊 感觉 嗯 这就打薄了 嗯 这个黑球应该还可以啊 这个角度虽然大了一点 但是还可以 然后高跟推进啊 能够K一下正上方的红球 好球啊 嗯 形势非常好 好球 好球啊 啊 好球啊 其实他的这个 这颗红球影响到黑球的下球了吧 应该是影响到了 其实田某菲啊打这个 右边这个红球也可以 但是他实际上他还是想着更保险一点 他觉得打这个下面的红球应该是包进的 而且这个保证能够叫到彩球 这样的话是 只要是这颗球一进啊 就基本上就可以说是 获胜的概率就很高了 是啊 结果这个球没有打进 太可惜了啊 看啊这里面还会不会再给机会 这个右赛给的还是很强啊 一辆发太大了 真是又给了一个机会啊 不过这个机会还要自己把握住才好 这一杆最重要的就是叫位啊 这一杆的叫位是很重要的 可能手软啊 打掉这四颗红球可能差不多就能超分了 稍稍的有点不理想 这就是叫位的问题啊 这就是叫位的问题啊 这叫位稍稍差了一些 绿球可以打 但是要注意啊 不要连击 那姿势也别扭 好球 如果要都是叫低分彩球的话 可能还会要打到这个 黄球绿球或者咖啡球啊 很不错 谢谢大家